混蛋 日本领事怀的决定同志都不管用了吗 怎么不管用 仔细看看 你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处啊 一个令胡桃 各方人物出面保他的命 连日本人都出面了 我要保的不是令胡桃 我要救的是林彦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就是让他陪陪沙场 看看过了这么些年 他会不会再封一次 你 去 把令彦放了 把令胡桃交给周先生 将来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付出代价的 失陪了 林姐 你回来了 我听说你出事了 正担心你呢 我没事 就是有点头疼 你去趟弄趟口 给我买盒万斤油回来 可是 钱你拿着 快去吧 剩下钱你就留着零花 哦 你是怎么找到中西宫的 你领走前不是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吗 我就拿着名片去找他 他马上就给76号打电话 然后我们就赶到了 林姐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出面帮忙 日本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他们把令胡桃押到哪儿去了 还在76号 不过我听说今天晚上周冯海要亲自审他 今天晚上 周冯海的最后一刻出面了 虽然林少群特别不满意 但是他也没办法 林姐 你的计策起了效果 不对啊 他们把我放了 却要把令胡桃留到今天晚上才交给周冯海 这是个阴谋 为什么呀 林少群向来心狠手蓝 他跟令胡桃就是不共戴天 刚才在刑场上明明能杀他 他就是不杀 却要把他留给周冯海 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让令胡桃 死在周冯海的手上 我明白了 既杀了七哥 又断了周的后路 林姐 他现在 令胡桃有危险 我来通知那名声 林姐 他是表哥的人 七十六号特务机关 有我们的内线 我们刚刚接到紧急通知 林少群派冯孝天 在于安路口涉服 目的是一时二两 杀害令胡桃 现在情况紧急 我赶紧过去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不能去 你们谁都不能去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叶梅 你留在这儿 我去追他 一会儿廉亲就醒了 你善后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你小心点 干得不错 该留的该杀的 分得都很清楚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留着令胡桃 留着他 对我们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当然知道了 可周先生说话了 我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可是部长您想过没有 这个面子可能会要了咱们的理子 你真想杀了他 当然 他一天不死 我一天都不得安静 那我给你个机会 晚上周先生会派车接他去育儿路审讯 你就带人埋伏在育儿路口 见到他们的车 你就开始行动 一定要干得漂亮 不能留下一个火口 不要打着76号的招牌 就说是共产党所为 懂了 懂了 我马上去准备 既然要杀令胡桃 为什么不在刑场上救杀 反而弄了那么多周折干嘛呀 周佛海 老奸巨黄 你没看见他 在最后一分钟才出面 这意思很明白 他是想在重庆那边 给自己找条退路 我可不给他这个机会 我要把令胡桃砸在他手上 明白了 断了他的后路 我和汪先生 都是人见人恨的大汉奸 他却悄悄和重庆暗通款曲 怎么着 他还想从水里边爬上来 要落水 大家一起落水 谁也别想交财两只船 可为什么 你要推给共产党呢 在刑场上你没看见 这个灵业连杀头都不怕 这个女人不一般 我早就说过了 千万别小瞧她 我这盆脏水它是接定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一箭双雕 我们现在就去鱼园路口埋伏 一个小时以后 会过来一辆黑色的汽车 我们的任务 就是截杀这辆车 一个火口都不留 玉园路是公共租界区 所以我们行动要快干净利落 不留把柄 明白了吗 明白 出发 出发 队长 黑环已经出来了 都机灵点 是 这快到渔远路了吧 闭嘴 什么都不许问 到了就知道了 大哥 车子好像来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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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的变伞 找死啊 出来啊 闪开 闪开 快 闪开 闪开 你怎么样? 快走 你是哪一路呢? 我是共产党 你快走 火星 把枪给我 走 兄弟 哥 好像警车来了 妈的撤 莲鸟 莲鸟 已经脱离了危险 回去 告诉小大哥 我 我终于把长生了 我会 你听着 我会 老子 老子 我终于地坑 你懂了吗 你抓住 你 不 我 无尽 这 我不能 你是哪一路的 我是共产党 走 你上哪去了 怎么回事了 清姐 你真是个二百五梦里梦东的 这个严勤我们看走眼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在屋里打起来了 都朝对方开了枪 严勤死了 我听郭燕北晕倒前跟我说 他们都怀疑对方是卧底 我们在严勤的箱子里 发现几十万法币和金条 他哪来那么多钱 是啊 他怎么有那么多钱呢 还有重庆的委任状 也在他箱子里发现的 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难怪好多事 我们都蒙在鼓里 你们把郭燕北送医院吧 是 这个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没事 是 小林 看样子你又得搬家了 我没关系的 我住哪都可以 我们家少群 还想见你呢 这个 明天再说吧 我住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看的 她救我的时候 我问她是谁 她只回答了我一句 她说她是共产党 她叫侯学们 大家都叫她猴子 侯学文 侯兄 对不起 我这才知道你的名字 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既然我令狐逃 活了下来 那些汉奸日寇卖过贼 他们的厄运到了 侯兄 我说到 做到 墙壁我都粉刷过了 床书桌都是新的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这真不错 那我住进来 你住哪儿表哥 我住楼上亭子间 那怎么行啊 多热呀 你还是住这儿 我住亭子间你 不行 你得住得舒适点 回上海 是我建议你回来的 结果 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经历了好几次生死 我都有责任 这屋子就有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卫生间 以后我不用它 厨房在这儿 吃饭在这儿 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吧 当然不会了 只要没有人监视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我住进来了 不会有人觉得怀疑吧 我是书画店的老板 你是我表妹 应该不会 再说 这也是组织上批准的 保护你的同时 也是在掩护我 不过 男女同居一时 却有不变 以后这样 我上下经过你房间的时候 我就 这么咳嗽一声 免得让你尴尬 你想得真周到 说点正事吧 组织上对你出色地完成的任务 特别提出嘉奖 现在 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要交给你 最近 日本人仿造我们的女生杂志 出了一本 唯一女生杂志半月刊 杂志里 大次宣传大东亚股龙圈 鼓吹投降路线 这本杂志 从开本 到编排形式 不仅跟我们的女生相同 而且 封面女生两个字 也是一模一样 组织上 需要你占领这块阵地 安排你去当主笔 那不等于是去当文化汉奸吗 不是这么简单啊 主要是 要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那我又是搞不到情报呢 还要替他们编杂志 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这种工作 只能这么干 谁利用了谁 不能预先判断 谁获得了多少 也不能光看主观上的努力 还要看客观上 有没有机会 所以 要耐心坚持 守住阵地等待时机 我明白了 那我都要做些什么呢 你原来是写文章的 就先写写文章再说吧 最重要的是 要设法找到 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明天一早 有人在杂志社等你 林部长 郭彦北先来报到 沙阳好了 谢部长关心 好了 别那么拘谨 放轻松 严谦的事我还得感谢你呢 你说这个女孩子 那么爱看小便宜 这就让重庆抓住了漏洞 难怪令胡桃和林彦 频繁接触 我们就跟下子一样 林部长 我也有失职 你送来的这堆材料 我仔细看过了 连林彦什么时候 吃饭上厕所 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什么人 都说了什么 都记录得很详细 不错 我也仔细核对过 基本属实 这就是为什么 你和严勤闹矛盾 我站在你这边的原因 县部长信任 坐吧 郭小姐 坐 坐 对了 郭小姐 枪毙令胡堂那天 你怎么把 中西宫给找来 那不是我找来的 是周太太找来的 如果你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以给周太太 打电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了 我估计就是她 自古只要女人干政 男人就是条龙 最后也得变成虫 林部长 您真是把男人和女人 都吃透了 不开玩笑了 给你个任务 去女生杂志做编辑 我 日本人提出来 让林烟去做主笔 云子小姐也同意了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那是日本人的杂志 让林烟小姐 去为日本人做事 一来荣誉控制 二来就把她拖下水了 这比杀了她还狠 那我什么时候去报道 要不就现在 还是这些事 我要她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你呢 每三天口头汇报一次 每个星期文字汇报一次 明白了 明白了 林烟小姐 我一直在等你 没想带你亲自来接我 是啊是啊 来 我带你去编辑部 来来来 则 看来大家都认识了 我就不用再仔细的介绍了 林妍小姐是上海出名的女作家 今后就要做咱们杂志社的主笔了 林妍小姐 我给您介绍一下将来要合作的同事 这位是严谨 你看不出来了 她也是从日本来的 这是柳莹 咱们杂志社的女实习编辑 还有这位 燕北 丁小姐好 你也在这儿 这位是陆小川 董燕明 王小燕 还有这位 中西宫先生不要介绍了 我跟林妍小姐认识 林小姐 你还记得吗 在千燕餐馆吃日本餐 在座的还有余达雄 你们吵了一架 沈平如小姐 真不错 你还记得我 知道林小姐今天要到这儿来 我是特地在此等你的 找我有事 我们不要在这里说话 中西宫先生 你不介意我现在把林小姐请出去喝杯咖啡吧 今天不算是上班 林小姐是自由的 谢谢 请吧林小姐 那各位 我先告辞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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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请慢用 沈小姐请我喝咖啡 肯定有事儿吧 别叫我沈小姐 叫我平如吧 我是令狐桃的好朋友 来给你抱个紧 这个女生杂志你不能进去 赶紧退出来 为什么呢 这是个间谍窝 什么人都有 令狐桃担心你的安慰 让我来转告你 不要搅进去 那他现在在哪儿 青帮老大张晓琳 投靠日本人当汉奸 本来要出任浙江省长 但在上个月 被令狐桃策划枪杀了 现在日委对他追捕的很紧 所以他不方便出面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实话告诉你吧 军统有卧底在里边 日本军部也在暗中监视他 我还知道 七十六号也派了人 在编辑部里 用句俗话说 这就是妙小神灵大 吃钱王八童 你知道的还挺多 你见过丁墨村吗 林少群的顶头上司 他在追求我 很多事情 我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 我听徐月卿说过 说丁墨村在狂追一个美女 原来就是你啊 这个老色鬼 为了女人和权谋 连国家民族都可以不要 他活不了多久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杀他 当然 我接近他 就是为了杀掉这个大汉奸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相信你 相信我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什么身份 你我心照不炫 丁墨村老奸 句话 又是特务头子 你跟他打交道 很危险的 无非一个死字 只要能为国家 做点友谊的事 死又何妨 你真的要小心 我听说过很多你的传闻 对你的名声影响都很大 你明白吗 自从投身抗日 我就已经把生死看开了 你想 一个连生死都不在乎的人 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你不是也一样吗 凌姐 给你看这个 你的全家福吗 你父母 身边 这两个男生是谁啊 我弟弟和我的未婚夫 他们都是飞行员 从海外回来 就参加了空军 现在每天都在驾计 搏击场空与日口作战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焚身碎骨 活不怕 要留清白再见 这张照片送给你了 凌姐 希望将来有一天 你能记得起我 你要走吗 我去执行一个任务 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沈平儒是当年上海有名的封面皇后 她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老人 母亲是日本人 她却义不容辞地投身到抗日中 成了重庆的特工 平儒和我事前并无深交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奇怪 把我们两个推到了一起 也让我见证了一次 令人心碎的抗日壮举 丁小姐 这就是你办公室 中西工先生有时间走了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 好啊 你的伤都好了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任务 林少群让我负责见识你 你在这儿我放心多了 燕北啊 那边那都是些什么人 在这里待着的都不是什么山北 我也刚来 等我了解清楚了 我再告诉你 你先看看 我先出去 林姐 七哥让我转告你 一切小心 怎么样 他来吗 丁沫村这个老色鬼 我给了他这个机会 他不会放过他 我们的埋伏好了 只要他走进来 就别想再出去 七哥 你败事我放心 你交给我的事 我也办了 我知道 不过要改变他的主意 也很难 他的性格和你一样 真他娘的倔 七哥 丁沫村的车马上到了 你去门口迎他 行动 部长沈小姐在公寓门口等你呢 我知道了 当我把车就停在门口 我和沈小姐在楼上带我去下来 他就要到了 子弹上堂 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部长 没有异常 别停车 我不去那儿了 部长 怎么了 别拥动 加速 装饭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下车 妹妹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太适合姐姐了 年轻漂亮 还有身份 真的 那边就是有眼光 要不是你带我来这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穿得那么漂亮 姐姐本来就漂亮嘛 她说女人就是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样才能抓住男人的心啊 不可以是作家 把男人的心抓得那么准 哎呀 你姐夫就是嫌我 穿得拉里拉遢的 要不是我整天哭闹 还要不是要把哪个狐狸精取行家门了 怎么会呢 姐姐这么好 来老板 结账 谢谢 谢谢 哎呦 看你 忙活了一上午 还要帮我破费 真是不好意思 我请你喝咖啡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文化人 喜欢这个吊吊 姐姐喜欢喝咖啡啊 走 我请你 我去要杯咖啡就可以了 好 一样 好的 切糟的 你说你们这些文化人可真会享受啊 不过我听说在这说话都不能大声 多憋屈啊 你在这不能大声说话就觉得憋屈 那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每天过的日子 你不觉得憋屈吗 亲姐啊 我真的是把你当成好姐妹 当成自己的亲人 才跟你说这番话 现在你们投靠了汪伟 汪伟是公然打出了亲日的旗帜 这就是和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做敌人 你们想过后果吗 现在姐夫是有利用的价值 要是有一天 姐夫没有利用的价值呢 他们会怎么对你们 你想过吗 再说 如果日本人失败了呢 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你们怎么办啊 你也应该知道 现在每天有多少人想着要暗杀姐夫 你们天天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你心里舒服吗 这叫什么日子呀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心里都有数 可是你姐夫这个人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啊 你让我怎么办呢 反正我是把你当自己人 才跟你说这番掏心窝子的话 怎么决定还有你们自己 但是现在这个机会 真的是个难得的机会 你要好好想一下 也跟姐夫好好商量商量 错过了 恐怕 就不会再有了 谢谢 请来 请来 表哥,看什么呢? 有人送了一封信,给你的你看看吧 你怎么能随便拆我的信呢? 沈平如暗杀丁沫村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事呢? 这本来就是重庆方面安排的行动 再说这件事情很危险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阿爷 都是抗日,就没有这边和那边的区别 行,我明白了 但是表哥,有件事情 我也想跟你说明白 什么事?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拆我的信 特别是令狐桃写给我的 我听说你们行动失败了 林姐 怎么回事啊,平如 丁沫村这个老狐狸,她并没有上当 她没有停车下来 是不是她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应该没有 她是后打电话向我解释 说突然想起有个会议,就赶回去了 这哪里像个解释啊 就是个借口 可她的态度很诚恳 她又明天去呼吸一个朋友家吃饭 我在南京和她共事过 这个人,非常隐形狡诈 但是胆小多疑 我分析 是因为你在公寓门口挡她 这种反常引起她的疑心 丁沫村就是老奸巨华 其实我早就知道 林少群跟她的矛盾很深 有多少次 林少群也是想借刀杀人 都被她躲过了 那你们说 明天中午的饭局 我去还是不去 去 那好 我带上枪 就在饭局中找机会杀了她 不行 你孤身一人 在饭局中杀她 谈何容易 还是让我安排埋伏 等她出了屋子 开枪把她干掉 不行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这两个方法都不行 丁沫村现在 已经被我们搞得小心警惕了 在饭局中千万不能动手 必须要让她先放松警惕 再找机会 关键 是要出其不意 我让你来找机会 是要出其中的事 我让你来找机会 是要出其中的事 就算你来找我 我让你来找我 是要出其中的事 想法 还是要出其中的事 你们这些事 是要出其中的事 不願你看清 幸福已見面 我才發現 你卻早已疲倦 我小心翼翼 呵護我的愛情 所有努力 從來沒有意義 我們的愛 代表你愛真心的愛 你無情愛 如此的錯愛 依然還在 我們的愛 會不會再重來 只用你在懷裡 如此的慘悲 你不要離開 不願看清 不能看見 不能看見 聖書 FaVa 7 5 4 4 5 4 5 感谢观看